台湾是一瓶,一瓶就一瓶 它這個太陽電子板可以自己賺 當然它賺的用意就是 我們希望這個太陽電子的討論可以變成最大 最大的就是,反正我在途中 我這個太陽電子板就有辦法自己推到最了點 當然這就是一個人的控制追蹤技術 這就是最大追蹤的技術 這是國會大廈的南面也是一樣 裝了300平衡米的光電板 這個大概差不多有80到90千瓶 所以讓國會大廈自主能夠達到答案之法 這是結構的大廈自主能夠 跟建築也是一樣一瓶成熟的 太陽電子板電器 現在再跟國民鄉親來報告 就是說,我們剛剛說 這裡頭是我們太陽電子 取之不盡,用之不解 就是說,用不完的一個能量的來源 所以說,我們最初來使用太陽電子 我這裡頭就把太陽電子 不能三成電流 三成電流 這些電流呢 當然要看我們 創併聯的主術 我們就把這些電流 匯集起來 我們又來經過 我們所有的一個 叫做電流交流的電力轉換器 這個電力轉換器 我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你派的兩電子 這家裡是電流的 但是我們一般的家裡 我們的家庭設計 我們一般的這個 算是負載 用電都是交流的 都是一隻台電的 百億,還是那些 那些有的木頭有三倍 這些電流 所以說,我們要把這些 太陽電子 鑽作 在地流鑽作交流 交流之後 再把我們的器電 下去的貨客 共同的來供應 我們的交流 一些我們的設備 家庭設備 一些負載 電水、摩扎 等等 所以說 當然大家 比較怕的是 我這個 太陽的發電系統 是不是會產生的電磁波 但是我還要向大家報告 就是說 其實這個電磁波 我們收入 你只要有用電的話 電流通過 都會有電磁場 都會有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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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跟我們的手機 比手機更高的 一些醫療 X光攝影 所以 通常 它 不同的磁波頻率 它 其實 都會產生不同磁 這個叫磁場 就是說 它 這個 電磁 這個磁場 收集的磁波 它的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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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我們 太陽的 發出的電 其實 它就是 最大的磁波 因為我們 在電磁波 的磁波 是60 是60 所以說 它的 太陽的 攤生 它被造交流 以外 其實 它的 食堂 都是 最大的 比較低磁波 我們 經過 我們世界 的 叫做 非有磁浮色 它有所謂的 有磁浮色 跟非有磁浮色 一般 我們 正在電磁波 這磁波頻率 60克 是最大的 非有磁浮色 非有磁浮色 所以 最大的標準 是 438 毫高磁 我們的 食堂 的長度 我們 國際的標準 就是 毫高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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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